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平安夜台北股市在相隔了5个月之后 终于再度改写历史的新高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中的最高点 是来到18,039点 但大家从今天的一个行情当中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是一个非常标准开高之后 震荡走低的一个行情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 事实上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其实有跟大家谈到 现阶段比较关键的 基本上我们没有要求 那个网上攻击的成交量 要像当初那个7月份 18034来到6千多亿 7千亿的一个量呢 但至少你达到月均量的一个水准 好月均量的一个水准呢 如果说不含今天的话 大概是在3100亿元上下 昨天是3136亿元 那今天加上去之后 当然会再小一点 但是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好即便你没有达到月均量 你会觉得说现在的那个圣诞节 因为外资放假原本量就会比较小 你至少要比昨天的一个成交来的大 但很明显的以现在 因为刚刚收盘还没有开出这个今天的成交量 但是大概评估这个量应该会比昨天小蛮多的 因此我想如果说单纯就短线上面的一个比较来看 不能够说他背离但是追价的力道上面 的确会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因此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对于台北股市来讲 18000点这个整数关卡 他势必要去做一个反复的测试 那反复测试站稳之后 接下来呢你往上做攻击 不论说是19000点的整数关卡 或者说是工会理事长张锡理事长 他所谈到的2万点 他才会有那个持续往上攻击的一个机会 因此短线上面的一个行情 既然是一个反复测试 又不确定18000点能不能够一次 去做站稳的状况之下 最好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操作方式 当然是在接近到18000点的时候 去调整你手上的一个部位 你保留现金 这个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策略 怎么讲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18000站稳了 继续往上去做攻高 你手上的个股 当然这个是持股比例跟现金比例的问题 但是你手上个股如果说后续续攻的话 当然他会跟着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那万一打下来 万一打下来 这个时候你保留比较高的现金 你是不是可以在回测的过程当中 去做一个逢低去做买股票 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简单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想18000点 不是我们这一波行情要看的终点 但操作的一个策略上面 你必须要随着行情的波动 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重点是在于说 今天是过薪高 但是一个量缩的格局 所以没有补量的一个状况之下 工高本来就很容易出现拉回的一个走势 那后续需要看到增量在月均量以上 这样稳罐巴 他才会有一个下一波攻势的一个发动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嘛 策略上面你要调节部分的一个持股 进可攻退可守 聚焦在短线内资 或者是所谓相对比较低基期 低位阶的股票 他操作起来会比较安全 那既然我们这样子讲 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说 每天跟大家解盘的一个意义是在于 我们要把它融入到 我们的一个操作策略里面 所以过去这两天 应该说包括礼拜四礼拜五 事实上我们都是告诉大家 我们逢高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昨天呢我们调整的是 3059的华金科对不对 那华金科今天股价有稍稍去做一些向上的拉抬 但是另外一档调节的个股4915的一个置身 你看 昨天如果你是追在那个开盘的价格 大概接近60块钱的话 一天的时间他可以差到3块1的一个价差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谈到 他的那个突破相对来讲 基本上跳空没有问题 但是他回来补缺口的一个状况之下 相对表现就没有那么强势 所以我昨天我有特别谈到说 接下来他大概两种走法 一种就是我回来这一根红K的范围里面 去做区间正常整理 强势一点就在昨天的这一根黑K范围里面 去做区间正常整理 那很明显的他走的是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格局 所以我才会一直跟大家强调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不怕大家跟单 我们也尽可能推荐我们觉得OK的股票给大家 但是行情的变化他原本就是千变万化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盘中的现象 跟这一些买卖点的关键价位的一个掌握 好那这是我们昨天先调节掉的一个个股 那今天我们进一步针对手上的持股来做调整 我讲过其实夏老师的面子其实并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给大家正确的观念 不能够说股价真的好像有稍稍转弱了 然后为了不想要停损或者是凹单 就告诉大家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照着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做操作 我们今天调节出厂的是钢铁类股 好那钢铁类股当然我们过去 这几天我们谈到它的一个底部成型 而且我相对来讲我觉得风险其实并不大 那你说今天夏老师有没有改变我们原本的看法 基本上没有 我还是认为它的一个风险是有限的 但是就操作的策略跟资金的控管上面 今天我选择把两档铁骨都去做一个出厂的动作 原因在哪边 原因在于说一方面 18,000我们刚刚讲了嘛 接近18,000点 就策略上面的一个调整来看 我们要保留相对比较高的现金 同志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们跟一般网路上的名嘴或者说是其他的投稿 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第一个我们有档数的控制 第二个我们要代进代出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够说一次讲十几档股票 然后涨的就拿出来讲涨的就拿出来讲 我们一定是一档换一档 或者说是控制在那个合理的一个档数上面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先去做调整 一方面是18,000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另外一方面是我那时候我有谈到说 合理我要做一个主流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基本上就是正常的状况之下 大概都要5%到7%左右的一个资金比重 它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 这个带动整个族群往上推高的一个效应 尤其是非电子股对不对 因为电子股动不动就吸七成多嘛 所以你去分配如果你连5%都拿不到 你很难成为那种 不是说股价一定不会涨 但是你很难成为那种连续性的一个主流 好因此昨天第一天 原本还有大概4%5%左右的一个资金比重 对不对 那昨天是掉到了3%以下 今天进一步是掉到了1.9% 那当然以这个比重来讲 我觉得就不是来的这么样的一个理想 那搭配上说我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重点 就是说基本上突破紧线嘛 那当然我们的预期啦 我们当然希望说它的股价是走突破紧线之后的一个等幅测距 我想我们昨天谈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它能够走突破紧线的等幅测距往上拉 但是重点是股价是对的嘛 对不对 它如果没有拉 它你还是必须要适时的去针对调整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出 为什么今天会出这个2013的中纲购 事实上很明显的是在于说 在这个位阶 它其实就跌破了61块 对不对 那我们讲了嘛就是破紧线我们就走 因为基本上我们当时的成本是在60块钱以下 或许啦 你会觉得说老师它原本最高来到65块多 后来出在61块以下 既有应该我们应该是出608吧 大家会觉得说哇那个价差好像有点可惜 但是说真的其实你在股市的操作当中 原本就是有可能会出现 你让一些小小的获利的空间 去看它有没有更大的股价的一个突破跟发展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我们今天去做小赚出清 那既然这个中央购我们去做出厂 那当然免不了的大国纲我们也要跟得出 对不对 因为它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成交比重不够高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价一样 这波的一个股价走势一路到这个位置 今天我们在这里全数去做一个出清的动作 那你说是赚还是赔钱呢 这个位置我记得应该是小赔1.45% 好那大家会觉得很可惜吗 因为原本是小赚变成小赔 但是我也讲了嘛 就是有时候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当时我们在看大国纲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讲的是说 如果能够站稳到颈线以上 我等幅往上的话 大概会有接近快7块钱的空间对不对 所以你在做这笔单你做的是什么 做这笔单是我用1块钱左右的价差 去看他有没有机会拉到做等幅测距7块钱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是一个风险报酬比的概念 就是说我今天我的出发点我不是要 你看398我是不是赚钱 我他也赚1块钱嘛对不对 但是我不是要去 不是要去为了赚这1块钱去做这笔单嘛 对不对 虽然最终有可能出掉没有赚多少 但是出发点不是为了这个嘛对不对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大家要抛开那种我原本小赚变小赔很可惜 或者是原本应该原本这样讲 大赚的状况之下你破五日线你至少出一半 你不至于说搞到小赚 但是就是那个小赚小赔的过程里面 你要知道那个其实都是成本 那个是让你看有没有比较高的获利空间的 算是一个入场费嘛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风险控制 我都讲过嘛就是短线上面的小幅度停损 那个其实不会伤到你的本金 什么才会给大家重伤 就是如果一些个股它大幅度回大 你没有去做调整或者说你的风险控制不好 那个才会真正伤到大家 那现阶段你手上拿着现金 事实上对于你的操作来讲 就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嘛 压回来你可以找股票买 继续往上攻 这个时候不是要大家放空或者是初心持股 对不对 你手上还是会有部位 你的手上持股的部位 获利会扩大 亏损会缩小 当然这个还是要慎选个股 只是说来到这样的一个位阶时间点 我选择保留6成的现金4成的股票 那当然如果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是夏小时的会员你就知道 五档个股四成持股的意思就是两档 然后六成现金就是 就是六成现金嘛 那也没什么就是一档两成的话 就是两档股票嘛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会比较好伸缩跟调整 因此我就如同我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说投资朋友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为什么在股市当中操作 我们先不论说赚多赚少 为什么会赔钱 或者是为什么会赚不到 那个很多时候是跟你的标的没有关系 不一定跟标的没有关系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那个经验 就是买到标股的起涨点 然后出在标股起涨点的上面一点点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我要讲的概念是说 因为我们要帮大家做资金的控管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出现在 行情来到相对高或相对低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资金部位的控管 跟你怎么样去买股票到底要买到多少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 跟动态的一个平衡 所以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帮大家挑选好的标的 我讲好的标的是好的公司 然后在相对低估的价位 涨到合理的价位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空间 那有时候大标股我们未必做得到 但是我想我们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透过资金控管 风险控管的方式 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 能够长长久久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观念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认同下老师刚刚所谈到的 因为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其实不是标的的问题 它一直都是你怎么去控制资金 就是赚钱的买很少 然后让你赔钱的买很多 对不对 那种资金的控管 或者说是在指数高档的时候 你买很多 然后杀下来的时候 你都砍在停损的一个位置 砍在那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这个其实都是要经过经验的学习 然后你才会有比较敏锐的 敏锐的这种所谓的盘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其实是要训练 那我是希望就是说投资朋友你可以跟着我们做操作 把该学的东西把它学起来 那未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的 不单纯只是我给你一档股票 然后你做一档股票赚到钱 这个不是夏老师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夏老师这样讲的是有道理的 那你也想要在新的一年 因为反正明年就 下个礼拜就 今年就结束了 在明年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大家可以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说想要加入我们的话 都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联系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们现阶段手上还有个股对不对 那为什么选择报这些股票 那这些个股的利基点在哪里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各位解析 一路同行 成通同故的生日 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律给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舒服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倒数计时 错过本档 机会不再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我们刚刚谈到嘛 就是说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大概就是我在万八这附近 去做反复的震荡跟测试 然后最后确立站稳之后 展开下一波的一个攻势 对不对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个股的选择上面 你要怎么样去做挑选 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 比较好的方式是相对比较低位阶 比较没有涨到的股票 它的风险比较不会这么大 我知道大家都说 重点是要看获利对不对 但是高波动的股票 事实上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有时候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振幅太大的话 它其实有时候很容易 会让你的本金 很快的去做一个消耗 我例如说什么 我没有单指特定股票 因为这个就是今天政府的 排行榜就是震动幅度的排行榜 你看立台的股价 如果你追这里最高是95 收盘85块8 一天可以差10块 这种股票不是说不能够做 这种股票是做在行情 在发动攻势 也就是多头往上的那个段 那个攻击段 因为它那个时候 它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形 但是这个时候 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例如包括像什么 量大的你看像泰鼎 对不对 例如说6.235的华府 你看这个其实当天的震荡幅度 都很大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去做震荡幅度大的 是这个时候做震荡幅度大的 风险会比较大 你要选择在行情往上攻击 比如说现在是应该这样讲 不要说最低点 你如果做这一段 或者是做这一段 做最凶的没有问题 因为事实上我们之前也这样干嘛 对不对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会建议大家稍微停一下 股票不是要每天冲 每天做每天冲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每天做 没一定比较好 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那就是有机会在做 有机会在做 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保留现金 这个会是比较好的方式 好因此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假设这个行情后续有压回 那什么股票会跌最少 就是比较没有涨到的股票 或者是刚突破的股票 所以我们跟大家所谈到 为什么后来我们选择 留的是这几两个股 你看和亲控 它的股价从11月份整理 标出去之后压回来到平台 今天最低点 那当然一样我们还是会有 我们的风控机制 因为它这一波的低点是34块 那如果跌破该走还是要走 但是整体来讲既然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是不是稍微看一下 会不会有跌升反弹机会 那我说真的 即便1234567 连续7根的黑K 看起来很吓人 但是真的要看你买在哪里 其实那个幅度没有你想来这么大 这是这样子的部分 另外包括像4906的震文 这个也是123456 连续6根的黑K棒 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都在这一根红K 2分之1以上的一个位置做强势的整理 这个当然其实也是强势股的表现 对不对 那另外包括像是6443元金 那这两个股是稍稍比较弱一点点 但是这两个股其实你可以看到之前 因为它最低是来测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高点是398 低点是低点不是338 就是稍微跌破没有完 低点应该是在34块板 就是我抓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那原则上它没有回到这个区间 我觉得风险是有限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的一些个股 当然我们基本面看的比较远 就是明年比较主要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还是有在控制我们的 哪里破该出 哪里没有破就先做续报 因为这个时候你去抢股票去追股票 它未必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要一再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三档个股都修正了 但是还是有这个表现强势的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3526的返甲 返甲是我们在礼拜三 当时去做进场的 今天最高点来到199块 然后你看所以你看连这种股票 你看这股价其实应该算波动小了 对不对就是我过去从11月份到12月底 就是这个礼拜三 股价才开始发出向上发动突破第一根红K棒 它都可以当天199 185 差14块 就是如果你买最高 砍最低的话 这个一来一回大概是 应该接近8%左右 对不对 就是它现在的波动幅度很大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股票 好你说它连续6天黑K 连续7天黑K 它真正让你套住的 也不过就是1%2%3% 这样的一个资金 但是如果你这时候乱追股票 它很容易会让你一天 可能就差到一成的幅度 但是就返甲来讲 因为它算是刚突破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太担心它后续的一个股价走势 因为毕竟如果以明年来看的话 它其实具备有双重题材的概念 一个是宁德时代电池管理系统 这个Battery Manager System的这个连接线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伺服器的这个领域 因为他们伺服器的领域 基本上他们现在伺服器占营收的比重 大概是51%到53% 我讲的是今年的第一季到第三季 那事实上去年它就已经来到五成 所以以明年的角度来看 AMD Intel大家去思考 就是说毕竟现在的市场就是5G时代 然后很多东西都上传云端 事实上包括夏老师 像我用那个Office 365 我不是打广告 我只是单纯讲说 我们那个Office我们用的是线上版 它就送1T的这个云端硬碟 所以我大概有什么东西 我就往上丢往上丢往上丢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电脑负担那么大 但是我要讲的概念是说 你那么多的云端硬碟 或者是云端处理器 你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伺服器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明年应该会有一个高爆发的成长 那现在股价要是低基期 所以这是我选择我续报这一档个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搭配上说你看这两天 Tesla分别涨了7%跟4%点多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他们全部都要更换零酸离铁电池 那现在零酸离铁电池在全球最大的就叫做宁德时代 所以他等于是打入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的供应链的时候 不要忘记MH鸿海的那个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那块领域 他也是要用零酸离铁电池 对不对 因为价格便宜 对因为现在锂非常贵 那个锂电池的锂非常贵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会是一个中长线的题材 那股价基期也不高 这是我们选择先做续报最主要的原因 但投资朋友你要去思考的是说 我相信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人追股票 也有一些人会抱怨说 夏老师你早上怎么都不追股票 但是到尾盘我相信你大概知道结果 为什么在今天我选择会以看的方式 我今天不会急着做 那甚至我出股票 这个其实都是你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你要做的所谓的资金的控管跟部位的控管 因为再一次强调 我们跟网路的名嘴不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跟你讲实际当股票 然后一直拿对的一直拿对的 这个其实对会员来讲不公平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代进代出 所以部位的控管 资金的控管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那投资朋友可以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过去操作不是那么顺利 跟股票都没有关系 是跟你的操作的观念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说你认同夏老师刚刚所谈到的一些重点 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跟着我们一起在明年 在股市当中一起做操作 想要加入的都欢迎大家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24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e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 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Rudyard 目资料仲命患 目资料仲